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言和成人的语言交流也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特别是这种小孩子 四五岁五六岁的儿童 他不太容易配合医生的操作 尽量不要去碰他 因为这个丁宁儿童的外耳道狭窄出现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将近有半数的孩子的外耳道里会看到明显的丁宁的堆积 当然可能堵积像屏幕上这么严实的当然没有这么多 但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外耳道里有这种东西 一般儿童能够直接看到骨膜的并不是特别多 我印象将近有一半是没办法直接看到骨膜 只是这些丁宁块的多和少区别而已 所以有些情况孩子明显听力是有问题的 可能有些孩子有中耳炎或者有些那样的疾病 那你需要做听力检测 有的时候可能才会需要特殊的去清理 单纯的外耳道叮咛对儿童的听力影响很小 几乎不做特殊的处理 等他长大了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一部分孩子自己掉出来 所以今天来的这几个小朋友还都不错 我也很无奈 虽然这个话也都跟反复的说过 但是家长人家大老远已经来了 而且在门口 这排队时间也挺长 只好硬着头皮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动 小孩配合度很不好 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还可以 操作的过程当中稍微一碰旁边 或者有的时候坚硬的丁丁块 刺激弯掉的皮肤 儿童就会出现这种闪躲 苦闹 这些都是容易造成损伤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医生不愿意给孩子做操作的一个原因吧 我只能硬着头皮心惊胆战的去清理 这没办法 刚才是同一个孩子的另外一侧耳朵 今天来的大概都是四五岁五六岁的 小孩的这种丁丁块 你今天把它清掉了 过一段时间几个月 可能到明年 有一部分孩子又会重新重新堆积 主要是一个它外耳道皮肤的这个字节功能还达不到成人的成熟 另外它的耳道的空间也不利于这个丁丁块的这种脱出 这个小朋友是之前点过药水浸泡的 他泡过 家长 没办法 你这一点药水 医生就得考虑干预 这种东西你不点还好一点 它是在干燥的情况下 周围有缝隙 它听声音还影响不是特别大 你一点药吧 这东西一膨胀 有的时候孩子也不舒服 而且点完药以后 有时候他不配合 你点了药他也不配合 这跟你 就是这跟孩子本人情况一会儿 看这视频上好像都挺容易的 几下都完成了 但是还有很多呢 到这来根本就没办法操作 之前有视频有放过 那个孩子闹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那样就没有意义 能配合吗 那就来吧 那就试试 所以我不主张这个家长 就看见以后就往这儿报 前面我说过了 需要清理的标准 等我到片尾的时候再强调一次 他这种点完药以后 说干不干 说吸不吸的吸引器 吸还费劲 而且这种成人使用的 附加吸引器根本伸不进去 我用的这种是做显微手术时候 用的一种小的吸引器 今天还算运气不错 这几个小孩都没有折腾 剩下的是个干块的 儿童啊 这没办法 这个都是讲道理的事 之前说的再好 没有用 有一些在家里看 看我视频看得挺热闹 真往上一做就 自华乱叫了 好啊 这又是出来了一个 造狐似的啊 清理的标准就是能够显露出骨膜啊 这个骨膜已经可以看见了 口上还有小片 把这个口上的小片拿走 能够清晰的显露骨膜就已经足够了 小骨膜啊 这是第啊 这是第二个小朋友啊 好 骨膜很清亮啊 这个好像是刚才同一个 同一个人的 哟 记不清了 因为这个孩子来的太多 可能是另外一侧儿童 好像是换了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幼儿的嘛 相当多的孩子呢 其实只有这种碎片啊 真正那种实心的肝块啊 这个是他的右侧 真正是那种实心的肝块的 也并不是说特别的多 大概有四分之一吧 我预计当然比成人要多一些 耳朵需要向后上前拉一下 这样 耳朵口呢 能够稍微的大 耳朵实在太沾了 里边有一个干块啊 这侧 家长啊 就管好自己的手啊 手签去砸墙去啊 别动孩子在那儿子 没有这个能力 你也没有这些设备啊 不要拿东西下套去 这种东西拿棉圈 只会越厨越深啊 什么发光的腕勺子的 就更胡扯了 根本解决不了 能够看见骨膜啊 就可以了 啊 这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 这个孩子味道 接近于成人的宽度了 身方的这个块啊 有专业的工具啊 有专业的设备 然后有经过训练的这种专业人员 还需要在儿童的配合下 才能安全操作啊 你家长 你不是在家就吓唬闹吗 那这种儿子要成人的话 骨膜表面那个小碎片 我也会给他清理 但是儿童那小点 就别去动他了啊 好危险啊 对他也没有方案啊 这侧的一些水墨都是被难免签给怼进去的啊 这种就跟月饼馅似的啊 还有点碎渣子啊 这个孩子这个骨膜看得不好 里边感觉像是有积业啊 内侧也有一点啊 刚才好像是同一个孩子 他的左耳啊 儿童呢使用这种啊 显微的小钳子啊 还有这种信器呢 信器他有时候吸出来这个声音啊 有的孩子是比较恐惧啊 所以小圆钳子还是相对安全的 一般轻易不敢用头智 除非有的时候孩子已经 经过前期的这种操作 非常配合好 里边还有一块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咱们周四再见 哎呦周四是清明啊 好吧 不能说周四再见啊 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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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